看看新闻吧 进去之前我还是挺好的 然后进去之后沟通了一会儿 我就觉得因为他们给你的感觉 就是先让你感觉 你已经完蛋了 你肯定不能晋级 但是到后来他们又让你晋级 就整个这个心理变化是 他这个起伏 是挺害怕的 就是导师还要运用的 都是 那位导师哪位给你印象被运用 哪位啊 印象都挺深刻的 但是黄晓明老师他是 他没给我投票 他告诉我 他说其实我心里还是比较 想让你进的但是sorry 他有说原因吗 他好像 没说原因吧 但你觉得你的造型 他们有说什么 李文老师挺喜欢我 这种感觉的 就是大型还是 就整体的造型服装 然后到 发型他可能也很喜欢吧 他说他喜欢 那个他非常喜欢 走路身上有声音的人 因为我那天带了一个很大的链子 然后走几路可能会有声音 他比较喜欢 那之后你是不是 就比较跌回 所以会比较着重在这些地方 可能会吧 因为我平时也在这方面 比较注重一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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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